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1月9日,发表美国空军部长西瑟威尔逊和空军参谋长戴维哥德费恩和写的文章,标题为《空中力量和北极》,但北极投射力量的重要性,现摘边如下,美国空军已在北极上空,飞行半个多世纪,经常被遗忘的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史上首次大规模空运和空袭行动,正是沿着阿拉斯加一个偏越岛链进行的。 在二战日本入侵阿流申请导进10年前,比利·米切尔将军曾主张修建机场,他对美国国会说,谁掌握了阿拉斯加,谁就掌握了全世界。 即使是那时,北极也具有战略重要性,在该地区,极少的基础设施和极端天气严重限制军队开展行动,米切尔的话,凸显空中力量在该地区的作用。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北极对美国而言,变得更加重要。 它既是前往美国的北方通道,也是投射美国力量的关键地区,其地缘战略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北极地区散布着关键国防设施,美空军掌管着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大部分据点,从战斗机基地、储游基地,到太空跟踪系统与雷达战。 一个可以反映该地区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情况是,到2022年,以阿拉斯加为基地的先进战斗期,将比地球上任何地方多多。 冷战结束时,许多人认为,北极是一个安全边界,其海冷的广阔区域,充当着美国的又一道国土防线。 如今,现在备手的技术进展正导致这一曾经棘手的边界,变得越来越容易被突破。 北极地区拥有宝贵的自然资源,包括稀土金属、鱼蛋白,以及极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 美国绝非唯一认识到该地区价值的国家。 俄罗斯正在确保其在北极的经济利益,应战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并且正在重建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中国则认为北极地区,是其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 先对这些变化,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2018年6月回应说,美国必须加紧在北极的行动。 美国空军目前正在制定一份全面的北极战略构想,确保我们能够实现新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目标。 我们必须准备好保卫我们的安全利益,并阻止大国的侵略。 空军正设法更新我们的50多台雷达。 其中,许多雷达是美国与加拿大共同管理。 这些雷达覆盖北美洲上空,组成了保护美加免遭导弹和轰炸机袭机的防御系统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北极基地是重要的中间集结地,使得飞机能够细速达北半球任何地点。 美国空军最近还升级了位于格林兰岛图勒的重要太空监视设施。 完成这些任务,并非毫无挑战。 除了妨碍无限电,极卫星通信的极光和太空天气线外, 北极地区的极端寒冷和不可预测的天气,短暂的施工计,以及极业也会带来困难。 这些任务使得同盟和伙伴关系,在北极地区显得人为重要。 除了与加拿大的持久伙伴关系之外,美国空军还在寻找机会, 通过增想天气、通信和侦查数据,以及交换行动方面的最佳做法, 扩大与其他北极盟友的关系。 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名偷猎者,因非把猎杀数百之路,而被判入狱。 他还被勒励反复观看迪士尼电影《小鹿巴比·班逼》, 这位名为小在围背里的偷猎者,在被判一年监禁期间。 每个月至少要看一次《小鹿巴比·检察官》说, 他和两名家庭成员,在今年8月,捕杀了大量的鹿,并在取下鹿头后,热油路身腐烂。 据报道,这是密苏里州历史上最大的偷猎案件之一。 除了因非法狩猎,被判入狱案, 法官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还下令小贝里在服刑期间, 观看迪士尼电影《小鹿巴比·检察官》, 第一次观看需要在2018年12月23日或之前完成。 此后每个月至少看一次, 这部1942年出品的卡通讲述了一只名叫《巴比·检察官》的小鹿, 因狩猎者而失去了母亲和家园。 据当地报纸斯普林菲尔德新闻《Springfield Newsletter》报道, 经过几个州长达数月的调查, 小贝里和父亲老代为贝里·David Berry Sr., 及弟弟凯尔·贝里·Kyle Berry,一同被捕。 虽然贝里一家非法捕获的路的总数还不清楚, 但劳伦斯县环保人士Adibus Andy Burns说, 数量可能达到几百只小贝里已承认非法猎杀人生动物, 在劳伦斯县监狱被判一年监禁。 他还需要在巴顿县巴顿区监狱服刑120天, 罪名是缓刑期间违反了枪械规定。 秘苏里保护委员会Mzuri Conservation Commission 还终身吊销了他和父亲的涉猎执照。 新华社德菲安,12月31日变,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信社消息, 伊朗官方31日证实, 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30日访问伊朗, 并与伊方举行了会谈。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穆哈尼, 访问阿富汗,并与塔利班会谈后。 塔利班也派出代表团访问了伊朗, 声明说, 伊方与塔利班的对话, 旨在促成阿境内各政治力量, 与阿政府谈判, 推动阿富汗和平进程。 伊朗与阿富汗有漫长的边界线, 阿富汗安全局势也影响伊朗边境稳定。 声明还说, 阿富汗政府了解伊方与塔利班的相关接触。 2001年10月,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推翻塔利班政权。 此后, 阿富汗新政府与塔利班组织冲突实施至今。 今年11月22日, 阿富汗总统加尼呼吁塔利班放弃暴力手段, 尽快加入阿富汗和平进程, 共同为国家的持久和平而努力。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近段时间, 内外交困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突然像打了鞠血似的连续在两岸问题上秀墙硬。 继5日召集国际媒体球员, 并攻击一国阳之后, 蔡英文6日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今的一年, 我们还要一起走出同门层, 一起面对面说服更多人, 一起为台湾制造更大的声量。 从当初被导内媒体, 封刺为审理少女, 到如今公然鼓动制造更大声量, 蔡英文是何用意? 原来, 自去年九合一选举坦败后, 蔡英文大受打击, 甚至遭到一些陆营大佬移工。 新年开始, 蔡英文主动向深率靠拢, 凭借操弄反中民粹, 他带陆营中的网络声量有所回升。 强盗甜凑的蔡英文, 干脆把制造声量, 当成今年最重要的是, 企图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 继续参加2020年大选, 蔡英文真能枯目逢春吗? 在舆论看来, 这种做法既自欺欺人又毫无比线。 台湾风传媒, 今日用两个字痛视蔡英文的政治操弄, 可恶, 要走对抗的道路, 却越来越削少对抗的资本。 这正是蔡当局不得不面对的尴尬。 台湾雅虎新闻网的一篇文章称, 两岸实力此消彼长已经是不争事实, 大陆不是正在崛起, 而是已经崛起。 两岸统一之潮流, 如滔滔江水势不可挡, 蔡英文已经明确表态, 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他的考验已经达完, 而且是绝对死当。 这就不难理解蔡当局不仅仅抱美国的大腿, 还是图向国际社会求援, 据台媒道道。 蔡英文日前接受外媒排访时, 呼吁国际社会应支持防御台湾, 被英国每日电讯报问道是否支持英国金事势力出现在南海时。 蔡英文称, 任何有助维持南海和平与通行自由的行动, 台湾都欢迎, 台总统府7日解释称, 蔡英文未提及欢迎英国在南海设计地。 蔡英文手中, 目前可打低牌并不多, 厦门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李飞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蔡当局干涉充当美国的棋子, 利用美国的势力为自己打气。 但是这种策略的国际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而且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也是有低限的。 李飞表示, 蔡英文连续发出强硬言论, 主要目的是为了2020年的大选, 但如果因为政治态度强硬造成台湾经济更差, 回背主流民意, 反而会加大他参加2020年大选的难度。 环球时报驻台北特约记者崔明轩环球时报记者你好, XV1.plus7500.21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李国立、杨吉、记者从18日在京召开的 天宫二号地球观测用户大会上了解到, 截至目前, 天宫二号已稳定例行823天, 获取了大量空间科学与应用数据, 在资源环境、大气、湖泊、农业、林业、 海洋气象保障和全球变化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应用成果。 天宫二号地球观测用户大会, 由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办,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承办, 会上透露, 天宫二号空间应用系统, 至今共分发地球观测战荷等数据产品37TB, 支撑了70余项对地观测项目的研究。 目前, 天宫二号工艺用户单位已达61家, 其中国家部委15家, 客人院佐14家, 高等院校32家。 天宫二号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 于2016年9月15日成功发射。 据介绍, 为科学的服务全球气候变化, 海洋环境, 度表生态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 天宫二号搭载了包括宽波段成像仪, 三围, 成像微波高度计, 多波段子外离边成像光浦仪等单内的14项应用战荷。 根据计划, 天宫二号将于2019年受控离轨, 驻澳门部队举行升国旗仪式, 庆祝澳门, 回归祖国19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20日上午, 在澳门新口安营区和驻海正领营区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 热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19周年。 中央宣传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社与王喜荣等20名同志, 对美退役军人称号。 中央宣传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日前决定, 社与王喜荣等20名同志, 对美退役军人称号。 埃及安全部队打死8名恐怖分子。 埃及内政部20日说, 埃及安全部队, 近期打死8名恐怖分子。 另有4人被逮捕。 俄一架军机在叶伊斯克机场起飞时, 附邮箱坠落。 俄罗斯南部军需代表, 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 一架军机在克拉斯诺达尔江区叶伊斯克机场起飞时, 附邮箱坠落。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日历,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日历通常会印上军男美女, 令人赏心悦目。 但俄罗斯国防部今年圣诞节发布的2019年日历, 却让不少人不寒而栗, 据英国《每日邮报》25日报道, 这份日历展现了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力量, 并传递出一些威胁性信号。 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5日回对称《每日邮报》微言耸听, 是对细节式的日历进行过度解读, 日历上女兵时相瞄准的画面。 据了解, 关于俄罗斯女兵的日历内液, 格外吸引眼球。 其中有一页上的女兵短相瞄准镜头, 目光带有杀气。 泰文写道, 有些女兵可以抱你的头, 还有一张是女兵列队参加阅兵式的场景, 用以表明越来越多学员毕业加入俄罗斯军队。 图说为偏你一眼, 是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武器。 另外, 其他的内液也从不同的角度, 展现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包括穿越白血覆盖的森林的洲际导弹, 正在装子弹的俄罗斯士兵, 以及远程战略轰炸机等。 陈欣, 特战队员向暴恐分子藏匿的独立防发体突击, 于海洋社, 19日, 武警广西总队北海支队, 紧贴实战组织和战队员, 开展把鞋持战斗综合演练, 前面锤练和战队员应急处置, 及协同作战能力。 据现场指挥员约绍, 紧贴实战, 开展综合演练, 已成为该支队训练常态。 通过定期开展实战化演练, 前面锤练和战队员固硬的心理素质和快速处突能力, 为下部遂行各类急纳险中的任务变定基础。 陈新华, 王阳阳, 于海洋, 新华社福阿比沃斯托克, 1月18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国防部18日发布公告说, 当天, 苏34战绩相撞事故中的两名飞行员已获救, 他们的身体状况然好, 并两名飞行员仍在紧抓搜救中。 公告说, 事发海域海况较为复杂, 且有四级风浪, 增加了救援难度, 距离事发海域较际的两艘渔船, 已到达事发海域附近参与搜救工作。 俄太平洋舰队, 已派出六艘舰船, 驶往事发海域。 俄国防部早前卸任, 缠架苏34战机, 当天在执行例行训练飞行任务时, 在距离海岸35公里的日本海上空相撞。 据估计, 缠架战机在俄远东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和萨哈林州之间的达达海峡坠毁。 战机相撞时没有携带带的, 胆架战机上各有两名飞行员, 飞行员盘射跳伞逃生。 苏34是俄军现一周备的先进战机, 具有高机动性, 前天后, 超音速等性能, 主要执行对地战术轰炸及攻击任务。 该型机外挂点多达12个, 有能力发射空对空和空对地导弹等武器。 以色列军方宣布, 开始摧毁, 在与黎巴嫩边境地下发现的破坏性隧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室21日报道, 比方在两周的北方盾牌行动中, 发现了真主党, 为向该国投放破坏小组而开凿的四条地道。